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先,各位大家好,我是Anthony 那我就是MyFlat.hk的一个co-founder 那开始的时候 其实今个礼拜是一个非常之辛苦的礼拜 对我来说 这个礼拜是没什么睡觉 我花了很多时间不断在那里看新闻 尽量可以做到什么的就尽量做 所以这个礼拜过得很辛苦 但我都尽量的最大努力去prepare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因为很希望可以藉着这个机会 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事 我们希望在香港的社区里面 去做多些分享 因为我觉得过去这个礼拜 有一个主题 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分享 在香港里面发生了很多关于分享的事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去讲一下这一件事 开始的时候 今天是讲分享 分享的时候 当然希望大家有些东西可以分享完 拿回家 对不对 但是要拿这些东西回家的话 就希望大家就接受一个挑战 早前大家都看到很多接受挑战的东西 有些临冰 又有些 thanksgiving的挑战 等等不同各式各样的挑战 我也想大家接受一个挑战 如果你肯接受就可以拿这些东西回家了 那挑战是什么呢 最后我会跟大家讲 那开始要讲的东西了 那就介绍一下我自己先 我刚才说我是MyFlat.hk的其中一位创办人 这样呢 我这个按到的 要拿个按得到的先 对了 challenge 这个E 掉了进去 OK 好了 我就是MyFlat.hk的其中一位创办人 那其实呢 我们就开始了这个project 是两年前开始的了 那但是真正呢 去public 去launch 是去年年尾12月28号 那所以现在大概近乎九个月了 那在这一段期间呢 就是我们都不断尝试去到 给我们这个理念 去给更多的人认识去做 那究竟其实我们是什么来的呢 MyFlat.hk很简单这样讲 是一个邻居的社交网络 再用一些简单一点的议用方法呢 就是一个给一些邻居用的Facebook 那我们希望这一个社交网络呢 是可以将一些邻居去联系在一起的 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呢 就是源自于一个观察 我们发现原来身边很多的人呢 他们之间伦理的关系 越来越疏落 甚至乎是 那些人的关系都没有了 但我们想起 可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香港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呢 大家呢 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会 那些小朋友就过一下旁边的屋玩 玩玩一下 吃完一顿饭才回来的 那怎么知道呢 这个陈小朋友的妈妈 就是陈主妮呢 那他呢 就可能 这些豉油 刚刚不够煮饭 那就问旁边 李太 李太 可不可以 借着少少少豉油 来用着先 他就说 没所谓啦 他说 上次我借了你两只蛋 你拿我的芝士 我可以用啦 即呢 其实当时呢 是这样的 即使我问回 我妈 她说她小时候 家里没有电视的 她家里 那她怎么看电视呢 就过旁边的屋 旁边的屋 有电视呢 他们呢 就不会关门的 打开到门 不过可能拉起了个铁闸 那些小朋友 就大家拿一张椅子 就在个铁闸外面 就看电视的啦 即呢 电视不一定 家家人需要有 只要有一家人 有电视 就大家一起有得看 以前的世界是这样的 你见到小朋友 就走出去 外面的公共空间 走廊那里到处玩 那以前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是这样的 可能有些人叫这种 是狮子山下的精神 那其实呢 这种精神就是一种 sharing economy 就是大家 其实已经分享着 大家所有的资源 所以 我们觉得 其实 sharing economy 在一个邻居 一个neighborhood里面 是最好的场地去做 这种sharing economy 因为呢 在这一个邻居 neighborhood里面 大家其实是住得很close的 那所以呢 只要大家有一个 很好的伦理关系呢 就可以发生到 这种sharing economy 但问题就来了 究竟我们这一刻 香港还有没有 一个很好的伦理关系呢 那我想 其实可以用两个问题去想的 首先就是 你懂不懂得你的邻居呢 我们跟很多朋友聊 其实呢 现在大家说真的 都不是很认识自己身边的邻居 你可能连隔离屋 那个邻居 的邻居姓 都未必知道 那当你连邻居 都不认识的时候 那你又怎么跟他们 去分享东西呢 你又怎么可以 像刚才那样 问他借事由呢 就是我试过呢 去挑战自己 另一样东西的就是 我会不会有一天 就敢无端端走到隔离屋 接着按门钟 接着就跟他说 你好 我姓王的 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多 不过都未认识你 就是整件事很奇怪的嘛 是不是 因为今时今日 大家都很习惯 就是用这些智能电话去沟通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如果是一些新认识的人 你叫他用这一句话 来说第一句话呢 比较容易的 但是呢 如果你叫他完全是陌生的人呢 突然间来一个 面对面的沟通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尴尬 譬如有一次 有个亲戚就试过 他就在美国住的 就回来 那接着呢 他就入升降落 那升降落里头有另外两个人 那一入升降落 他就很惯想 哎呀 Josen 死直 没人理他 是的 其实香港现在可能的情况是这样 那就变成了 你要面对面 有时跟人去说第一句话 的确可能有点难度 那你希望就是去做一个这样的 大家很习惯的 网上的沟通模式 即既然科技已经改变了 人类的 behavior 那我们尝试 那我们尝试不如用科技去改变 一些帮助我们做的事情 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认识不认识我们的邻居呢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但是 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好了 我认识我的邻居了 但是问题是 那些人说 香港 你正在做的事情 我 谁知道如果我借一些东西给隔离屋 譬如我借个电钻 他会不会用两用 用鬼烂了 接着又给回个烂的电钻 又或者 他会不会 借了 之后走老 要你的电钻 干什么鬼 但是他会不会 拿了电钻走老 就是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Do you trust your neighbor 你对你的邻居有没有信任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刚才也有 在座有人说过 其实 sharing economy 其中一个基石 就是 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其实 邻居 刚才我说 一个邻居 是最好的 一个 sharing economy 的场合 因为 其实邻居 理论上 是比较 更加可以信任的 因为大家 住在同一个地方 有很多 共同的 利益 共同的 兴趣 大家都会 起码 想那地方 干干正正 安全 大家有些 共同的 兴趣 common interest 所以 其实 理论上 邻居应该是一帮 比较 值得信任的人 以及邻居 你经常 都会见到他 例如 你可能在电梯口 会碰到他 或者楼下的游乐场 那些小朋友玩 你会见到他 就不同 在网上世界 大家都知道 例如Facebook 你可以一个人分析 几个角色 你可以是一个 二十岁的美女 接着是一个 四十岁的中坑 再做一个 三十岁的老师 同时间 都是你一个人做完 之后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场合 讲不同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 网上世界 的确实可以 挺恐怖的 正正因为这样 网上世界 就令人缺乏了 那种信任 所以 譬如 我也听过一些故事 就是 有时候有些群组 你可以放上去 分享一些东西 但是问题 你不知道 那个人背后是谁 始终 这个世界 我们很难避免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可能 其实他 扮了几个 不同的币 其实就去 去问人 作些故事 大家给我一些东西 其实 原来最后 都是同一个人来的 有时候 的确可能 有些事情发生 但是 我们 始终说到底 计卖flat.hk 都是一个网上的平台 那我们又如何避免 刚才说的问题 如何令到 那些人可以有信任呢 我们希望可以做多一步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 叫做 即 确认的过程 那譬如 我们的网站 有两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 一个类型 是一个 一些 一些 就是 区分的板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 你订阅 你可以进去 但是如果 你真的想认识 你同一个屋苑 身边那些 旁边 左右 樓上 樓下的邻居呢 那我们会寄一封信 即是一张纸 那一封信 寄到你的 信箱那里 那里 上那里就有个密码 那变了 如果你是白状的话 你不在那里住 你根本不会收到那封密码信 那所以呢 就我们可以 尽量度绝 一些 白状的人 那就变了 在你的 内容里面的人 都真的住在你附近 旁边左右 那变了 就是刚才那个情况 如果 你在一个网上高 聊天的人 都是在你旁边左右 即是你有机会 随时 现在你说完句话 之后 出去的桌子口 你就会碰到他 那你说话 就会小心一点 你不会胡亂露点 因为你知道你露点完 你转过头 你见到他 你就自己面蒙蒙 那就是这一件事 我们就是想 因为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令到我们的平台 是一个更加信任度的平台 去帮助大家 认识身边的邻居 当这个邻居 是你认识你的邻居 又信任你的邻居的话 我们希望就可以给到一个平台 大家开始去做 sharing economy 大家去共享大家所有的东西 正如很多社会上的change maker 我们想到一个concept 一个idea 我们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有试过去做一些实际的例子 希望让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平台如何透过联系 我们是一个network 就是里面的邻居的人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一些实例 如何去share大家有的东西 我们试过去不同的地方 去做一些toy exchange 我们就在这个活动当中 又可以和家长 和小朋友 又可以带到很正面的讯息 就是其实玩具 玩旧了 不一定是要扔掉它 之后送它去堆田区 其实那些玩具 小朋友不是自在那件玩具 是全新的 只要它没玩过 它们已经很开心 所以这个玩具加换 你看到很多小朋友 最后拿着那件新的旧玩具 回去其实是一样很开心的 所以同时间可以给到一个很正面的讯息 就是我们要珍惜资源的时候 亦都告诉他们 原来当你有一个方法 连续了你身边的邻居街坊的话 你要自己做一个这样的分享活动 或者交换活动 其实很容易的 即现在可能这一刻 你Facebook 你未必有一个很直接的方法 找到你的屋苑里面其他的邻居 然后就不如我们下个星期六 下楼下我们和小朋友 搞个play group 或者游戏 一起玩 你可能未必找到这些邻居 但透过这个线续 我们希望给到一个平台 去找到这些邻居 那它就可以做 sharing 做分享 搞活动 等等都可以做得到 还有呢 我们就另外都想做多一件事 已经开始试着 那就是呢 我们想试下搞一个叫做 地区大事的计划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呢 我们想分享的东西 不单止是资源 即是一件 physical的资源 是其中一种资源 我们想和大家去共享去分享 但其实我们觉得呢 人都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来的 因为呢 其实每个人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技能 或者他们的时间 都是一种的资源 其实在一个社区里面 就有很多这些资源 就是呢 没有用到 即是比如有一些太太 可能她 照顾小朋友 要去上学放学 但中间有一些时间 其实她可以用的 那我们怎么将这些资源 可以 unlock到 可以令到那些资源 可以在社区里面 服务其他人 去帮到大家呢 我们就想透过 一些地区大事的计划 做一些事情 譬如我在当中 跟一些用户 聊天了开始 譬如有一个爸爸 他是做那些小童军的 那些主持人的 其实他很喜欢 去计划一些户外活动 给他那两个小朋友 那反正他都要用这些时间 用这些的经验 去计划这些活动 给他那两个小朋友 为什么不可以 叫多几个家庭的小朋友 一起加入呢 那有 譬如有一个太太 她就 她就很喜欢做一些 那些环保烤素的 那她既然自己又懂得做 那她其实很想教 身边其他附近的那些 那些太太一起做 甚至乎她在想 可不可以到时 大家一起做完 可以卖 去赚到一些的钱呢 那又可以令到 那些原本可能在家 没有工作的太太 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去赚一些钱 其实我们就是想 透过这个网络 去到令到 区里面的人 他们可以 将他们本身 现在有的人的资源 可以重新联系完 之后 可以unlock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想透过这个网络 做到的事情 那最后 我也很想 分享一个故事 其实呢 过去这个礼拜 我刚才说了 一个很辛苦的礼拜 但是在这么辛苦的礼拜 当中呢 我见到少少的曙光 因为呢 当很多人向我 潑冷水就说 喂 Anthony 香港人 你知道是什么 香港人是自私的 香港人是不会 帮助身边的人的 香港的人呢 真是自己 搞定自己就可以了 就是说真的 你看到现在 大家的生活 越来越富裕 大家关门在门口 觉得自己 我有工人 我又 有什么都有 我有可能 要车的小朋友 自己开车 关门在门 自己搞定自己 我不用人帮我的 或者旁边的屋 都是一样 他又不用我帮他 我又不用他帮我 大家自己搞定了 我就关门了 香港人给人的印象 由以前说 六七十年代 大家打开门口 互相帮大家 已经变成 今时今日 被人形容为 自私 形容为 冷漠 但我们是否 甘于这样呢 我们 大家相信 在座都是希望 在社会上 去做一些改变 一些 change maker 我们是否甘于 被人这样去到 stereotype 香港人 就是这样的特质呢 过去这个礼拜 我相信大家都 有看过这个故事 不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话说 这个场地 大家都会在那里 通宵了一两晚 香港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不是吃东西和喝水 最重要的是电话有电 所以 有个人就在上高 就叫下来 喂 楼下 有没有人要充电啊 然后就拿一条绳子 放个袋子 然后呢 很多人就 非常之开心地回应 我要我要充电 我要充电 那每个呢 就将他那些 那些 我不喜欢用这个字 很噁心 我叫他做 Battery Pack 我不喜欢另外那个名字 对了 就将那个 Battery Pack 大家就可能贴过 纸纸纸 那样写了自己的名字 甚至乎有些人呢 他们连自己 几千元一部的电话 都照放进去 但是他跟楼上 放个袋子 那个义工 是素未谋面的 但是他都照放自己的 那个电话 或者电池 在那个袋子上 那之后就 就掉回去 那之后就拿去充电了 那几个钟之后呢 那那个人又说 喂 楼下 收拾啊 那之后呢 又放回个袋子 那大家呢 就拿回自己各自的那些 那些电啊 电话啊 一个都没有小 没有人见的 其实 这个就正正是一个 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 其实香港人 仍然都会互相帮助 那个信任 仍然都在 一个完全素未谋面的人 他都会把自己 最宝贵的电话 或者电 他会放在个袋子 给人去插 其实 当香港人 有个共同的目标的时候 信任是有的 香港人并不是那么冷漠的 我相信 所以呢 见到这个故事呢 其实反而给我很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鼓舞 就是香港并不是那么灰的 香港有希望的 有个朋友 他说 他在一个现场那里 他身上都只剩下一瓶水 但是呢 见到前面有个年轻人 我很需要那瓶水 他游移了一秒 他想 我只剩下那些瓶水而已 但是游移完之后呢 他将那一瓶水 给了那个年轻人 之后呢 他就分享回 那一秒 为什么他会肯给那些瓶水 那个年轻人 就是想着 如果我 肯将我唯一的瓶水 给这个年轻人 帮到他的话 我身边一定有其他人 跟我一样 当我有需要的时候 他会将他的瓶水给我 就当大家都有 这个想法的时候呢 香港的 sharing 的culture 是可以实现 当大家都是 不着重 hold on to 拿着你唯一 自己所有的瓶水 拿着而不喝 那瓶水 其实是没用的 你是将瓶水 给一个需要喝的人 那瓶水的价值 才有用的 所以呢 他就想通了这件事情 他将那瓶水 给一个那一刻 需要喝的人 他知道 当他需要喝水的时候 就有另一个人 会将他的瓶水给他 而这一个正正就是 sharing economy 的精神 就是不在乎 你拥有那个资源 而不用 而是 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是可以用得到 那个资源 就是sharing economy 的精神 所以呢 我希望 香港的每一个人 他们经过这次的事件 之后 可以唤醒大家 可能不再叫 獅子山精神 可能有人叫 宿骨姐精神 就是呢 大家重新唤醒 原来香港人 是可以互相帮助 可以互相分享 不计较 不自私 原来在香港 是可以发生的 最后 那我说回 这个挑战 是什么 那 这个挑战 也真的 挺大的挑战 我也在想 我会不会做得到 就是呢 我准备了一张 小纸 是这样的 如果你愿意接受 这个挑战 你可以 可以等一下问我 拿着一张小纸 那你就上纸 可以写回 我呢 是住哪个单位 住了多久 叫什么名 那我的联络方法 是什么 之后呢 就贴在你旁边的屋 的门 或者一个闸 那里 那就希望 他能联络回你 那呢 就先 即是你踏出第一步 那我相信 如果你肯踏出第一步 香港人 都应该可以的 都会 可能真的会 Whatsapp回你 或者email回你 你好 多谢你 你主动联络我 那大家交换联络吧 那将来有个照影吧 假如你真的愿意接受 这个挑战 待会你问我 我有中文版 有英文版 那你就可以拿一张 那你就可以 写完 今晚贴在你旁边的屋 的铁杂也好 木门也好 那啦 那我今天分享是这么多 希望大家可以 真的和你们的鄰居 去开始新的关系 从而将来有一日 香港鄰居之间 是会大家互相分享 互相帮助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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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